各位同学,大家好,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这边的话呢,先谈间断型,间断型的随机变数 那么就会有两个变数,X跟Y 那么如果我们中间一个逗点这样的写的话呢,就代表的是X等于A,Y等于B 两个同时要发生,相当于是交集的意思 好,那么就是表示说X等于A,Y等于B 那么我们的话呢,所可能发生的几率,我们的话把它综合起来 所有可能的这个,把它写在一起的话呢,就是成为一个叫做联合几率 那这个地方我们是用Math,质量 那是因为它是间断的 如果是连续的时候,我们就用Density 就是用的是叫做密度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我们介绍的是AB就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样写 X等于A,Y等于B 这跟我们一般函数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这个几率盘数啊,这里面任何一个值,当然都不可能会超过1 也绝对不会在0以下,绝对不会是负值 那么很重要的一件事 X,Y的话呢,它们总和起来 总几率要多少呢 一定要1 那么以上我们介绍的是什么 是间断的一个联合几率分配 那么我们下面介绍 几率的质量函数 这个地方 一个例子 然后让各位同学看一看实际上面的操作是怎么写它的几率质量函数 现在题目是说 丢两个铜板 那么有X跟Y了 两个随机变数 分别表示正面跟反面出现的次数 求联合几率分配的这个几率质量函数 这是一个分散型的 所以我们就要一个一个来写 现在既然这个题目并不会很复杂 我们就把全部的可能列出来 两次 那么两次的话呢 就可能是有正面正面 把所有可能列出来了 这两个是正 要不然就正 要不呢 正反 要不来了 就是反正 再来呢 反反 就这四种状况啊 那么我们的XY列出来 X代表的是正面及反面出现的次数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正正是代表什么 两个正 有没有反 没有 那就是指的是20 这边呢 X是几 是1 1 那么反正 那也都是个1 反反反的话呢 就是没有正了 所以X是0 Y是2 02 那么现在 他要我们写的是质量的函数 把所有可能性就列出来 画一条线 做一个表格 这样的说了 做一个表格 现在把XY列出来 X的所有可能是多少 012 1 2 Y的所有可能呢 0 1 2 现在我们把他的所有的值列出来 00有没有可能 他的这边有没有 00 没有 不可能 几率是0 10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因为他丢两个铜板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两个正跟反加起来要2 所以这里也不可能 是0 20有没有 有了 20就代表的是在这边 这边总共有几个 四个里面占几个 一个 所以这边要填的是 几率是四分之一 再来看这个 01呢 01没有 有没有11 11有 四个里面占几个 占了两个 四分之二 也就是二分之一 这是中间的 再过来 有没有2亿 不可能 不可能是2亿 再过来是02 有没有 有 02的话呢 是两个反面 没有正面 那就是四分之一 剩下来的 一正两反不可能 才两个铜板而已 所以是0 那这边呢 两正两反不可能 这个就是我们的 几率质量函数 那么总和加起来 一定是1 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来介绍的是 连续型的 刚才我们都介绍的是 间断型的 连续型的话呢 看起来相对复杂 那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 以前的话呢 间断型是用mass 这边用什么 density 不一样啊 这是连续型的 这个我们 我大概的话呢 用线的话呢 把它画出了 勾勒出了 它大概的样子 这是一个立体的啊 那从x的角度来看 是这样子 从y的角度来看 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么我们要知道的什么 基本上来说 所有的值 东空都是0到1之间 没有问题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里所有的体积 这个体积 在零轴之上 它没有在这个平面 xy平面之下 它是都通都是0哦 那么这个地方的总体积 是多少呢 是1 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我们来练习一个 联合几率分配的一个练习 这是台科大的财经所的考题 那各位同学来看看 这个题目怎么做啊 它说 有两个双变数的随机变数 那么pdf是什么 这叫做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就是 几率密度函数 写成这样子 然后呢 它要我们怎么样来 找这个a 因为这个a的话呢 大跟小 是不能够太大 也不能太小 怎么说呢 是因为我们要符合 重积分 它这个底下的体积 一定要等于1 总几率了 这样子讲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区域 也就是说这个积分 在这个区域之内 一定要等于1 那这个积分的区域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y的范围是0到1 x范围是0到y 来 我们先画出来 这是我们的基本条件 但是的话呢 图还是要画一下 来 我们看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x小于y大于0 我们先把x等于y画出来 这是x等于y 再过来是x等于0在哪里 x等于0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一条线 然后呢 y等于多少呢 y是夹在1跟0之间 所以是在上面 1跟0之间 这边是y等于1 所以各位同学知道 我们所有的积分区域 在哪一块呢 在中间的这一块 我们把它 反黄 这就是我们的积分区域 我们的积分区域 这个是函数 a要多少才能够符合 它是适当的pdf呢 那么我们就积分 这个是重积分 函数是axy 然后我们先写什么呢 我们先写dx再写dy 为什么 因为y的这个地方是简单的 0到e 我们这边填0到e 这边的话呢 x的范围我们来看 x的范围是什么 x的范围是 左到右 所以这个地方是 x等于0到y 这边要填y y的范围呢 0到e 好 做到这边以后 我们准备开始进行的是 积分 这个地方 对x来积分 x就变成了 2分之1x平方 来 我们先写y层的 来 积分 2分之1x平方 变了 然后范围我们画出来 x的范围是什么 x的范围是0到y 所以这边是0到y 请各位同学把这个y套进去 扣掉0套进去 所以变成2分之1 y的ay三方了 这外面还有个dy 别忘了 好 dy的话呢 等于多少呢 套进去就变成了 0到1 这边变成2分之1 a y三方 dy 再来 现在变成了一个 简单的一个积分了 那这个地方是 y就要提升一次 再提升一次 就变成了四次方了 四次方 千万补一个四分之一 所以是 1分之一 再补一个四分之一 a写着y的四次方 来范围 0到1 将1带进去 扣掉0带进去 我们就剩下了 八分之a了 那么我们要求怎么样 等于1 所以这个地方 a就是多少 a就是8 我们解决了这个 台科大的财经所的问题 双变数函数 随机变数的话 是我们刚刚所接触到的 那么我们要去习惯 这是双变数函数 就变成了两个 我们都要共同考虑 那么联合几率分配函数的话 要共同的来考虑以后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对未来我们有学 两个函数的时候 两个变数的相关的一些课题 都很重要 比如说像是共变数 相关性的话来说 一定要两个变数 那回归方程式 这些部分的话 都需要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变数 就会变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